我們在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就接過到通報 我們這附近發生一個重大車禍 就是車子翻覆之後壓到三個病患 那我們經過評估之後發現病患生命有點神智昏迷的現象 警報之後我們就緊急派單假及救護床出去 緊急搶救回來了 那目前狀況是三個都準備進入受到加護病患 原因是有一對正姓夫婦大概八歲正姓夫婦 那因為顱類出血及多處骨折 那麼送到加護病患 另外一個孔欣先生也是八十多歲的 他有腎臟的失戀傷還有多處骨折 那目前比較嚴重的現在已經生命穩定了 那還要繼續接受到加護病患的後續的治療